ok 同学们就要不要看这个四年级科学哦 ok 如果你现在看到眼前这个如果老实在focus一点的话 那么你看到这个是蝌蚪来咯那么不是鱼来咯 ok 这个蝌蚪其实是你可以在哪里抓到呢 就是在池塘哦 有时候可能你 要看天气有时候可能 下雨了的几天过后呢 那么可能青蛙他会去排卵哦 那么你才可以 可能再过几天呢 那么这个卵 可能才可以变成你现在眼前看到这个哦 那么老师最近就是刚好去跑步就遇到这些 呃蝌蚪那么就顺便 抓了就给你看哦 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得来不易哦 那么老师就是要去抓他哦 那么抓的时候也 因为他比较喜欢躲起来哦 所以 啊抓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简单 那么可能你要用两个网这样哦 那么你才可能才可以抓哦 如果你反应不够快的话 其实是很难 抓到哦 那么老师就 现在在你眼前你看到就是有大有小这一颗兜哦 ok因为这个四年级科学是关系到这个动物的呼吸器官哦 那么你不要跟这个青蛙搞乱哦 那么青蛙 其实是有两个这个 呃呼吸器官呢 一个是用肺哦 一个是用潮湿的皮肤哦 那么刚好这个呢是蝌蚪 那么蝌蚪如果你看课本的话 他是血是用腮来呼吸哦 那么他好像鱼一样哦 就是他的这一个 呼吸器官是和鱼 多数的鱼是相似 那么他是用腮哦 那么他可能啊 这些蝌蚪呢 那么他 其实算起来是蛮特别的一个动物哦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 啊如果你在二年级看到科学的话 他是蝌蚪根本就跟青蛙不一样哦 那么其实 怎样变成青蛙就是要靠这些 你现在眼前看到这些蝌蚪哦 如果你在池塘 池塘看到的话 可能你以为是鱼来了 小鱼哦 那么其实他不是哦 ok如果你看到这些眼前 你看到这些啊 可能有一些是有脚了咯 有腿哦 ok好像是可能这一只哦 有一些是有腿咯咯 那么你看到你不要远 你不要觉得奇怪 可能你在抓的时候 你以为是为什么这个鱼 已经是有腿了 那么这样奇怪的 其实他就是蝌蚪来的 那么啊 如果你现在看到有大有小哦 那么他可能有一些 因为他的这一个啊 有一些可能很小就有腿了 那么就看他自己的这一个身到怎样哦 ok如果这些蝌蚪啊 可能有一些他已经死亡了的话 那么这些蝌蚪呢 他会吃回这个同类哦 因为他需要得到食物哦 得以生存哦 所以呢就是他 啊 其实这些蝌蚪呢 如果你看到这个水的话 他是很容易很快就混浊哦 现在啊其实老师已经是放了清水 那么啊 把那些叶子过滤了过后 现在你看到还稍微比较清楚一点哦 如果真正在吃他的话 他是比较混浊 你就看不清楚他的这个 样子是怎样的哦 所以看到这些啊可能还有残留一些 啊这些食物哦 那么他正在有一些正在进食哦 所以呢这个如果你看到他游泳 啊你看他还是用这个好像鱼一样哦 那么尾巴他会摇 然后就让他好让他去游动哦 那么其实你也可以去饲养这些 呃蝌蚪的话 如果你的父母亲允许你的话哦 OK你再抓这些 如果你有兴趣去抓的话 那么那么你要小心可能靠近 你不知道可能有没有蛇哦 所以最好是有在大人的这个啊监督呢 你还你才去抓这些蝌蚪哦 OK这些蝌蚪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呢 我是用这些因为这个 他可能是我是用喝的水哦 装呢 那么可能啊老师的water filter就是 我直接没有放一些啊 coring的anti-coring的那些物质下去了 那么就他所以他可以生存哦 那么如果你可能直接开bike吧 你就装这些蝌蚪下去 那么可能你有太多这些coring 他就不能生存会死哦 OK所以老师现在 因为这个四年级科学是关系到这个 啊 呼吸的器官哦 所以记得 蝌蚪的这些 蝌蚪的呼吸器官是塞哦 不是肺哦 所以今天老师就讲到这里 那么你这个 在你眼前呢就是活生生这些蝌蚪不是小鱼哦 OK所以今天就上到这里了 那么这个是四年级科学 我们来到这一个动物的这个单元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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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